哈喽大家好我是小胖 欢迎收看今天的小胖跳水日志 那因为受伤的原因呢 原计划去布里斯班的集训就取消了 现在改为回家过年 那至于我怎么受伤的呢 可以回看一下第15期的小胖跳水日志就知道了 那我现在呢就在阿德莱德的机场准备回莫尔本过年 这回家过个年的代价有点大 那运动员过节能否放假回家呢 今天咱们聊一下这个话题 通常运动员过节是没有假期的 都在训练 只有当年的赛季结束之后 有一到两周的时间可以放假回家 因为只有没有比赛不被需要的运动员 才有时间放假回家 通常留在队里训练的 都是身背着比赛任务的 所以留下来训练 那十几年前我在省队国家跳水队的时候 虽然过节非常想家 但都不喜欢回家 那久而久之 自己也习惯了逢年过节不回家 而且也努力训练为了自己少回家 所以那时候自己也默认了 冰冻员只有不回家 少回家才有出息 那这次回家过年也是带着任务的 主要任务当然是陪家人过一个好年 其次抓紧时间把受伤的部位治疗好 虽然医生说康复需要六到八周的时间 但六周之后有选拔赛 必须得赶上 这意味着在比赛前我得安排好一切 首先是伤病康复 第二是恢复好力量 第三是把训练恢复了 然后一切顺利的前例下赶上比赛 并且拿下资格 其实挺难的 但也要迎难而上 大家祝我好运吧 也祝大家好运 那提前给大家拜个年 祝大家牛年顺利 牛气冲天 我是小胖 今天小胖跳的日子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